來上課囉! 今天的課表是2024紐約馬 紐約馬在每年11月的第一個星期日舉行 出發前遇上颱風攪局 先是通知航班提前 卻又因為強風無法起飛 在後機市苦擋好幾個小時 歷經一番波折 總算抵達紐約 Expo設置在Jervis會議中心 跟其他大滿貫的賽事一樣 憑參賽確認韓和護照領取物資 今年紐約馬 光參賽跑者就超過5萬5千人 雖然開放3天可以領取物資 但通常Expo是選手和親友團都可以逛的 可以想像會場應該會是人山人海 果真來自四面八方的人潮往Expo匯集 但出乎意外的 除了排隊要進入會場等待的時間較久外 領取物資是非常順暢的 拿到物資要確認號碼部背面是否有即時晶片 另外很重要的是要拿到兩個塑膠袋 一個是寄物醫保袋 因為紐約馬不是賽事當天早上寄物 若有寄物需求要照大會規定在賽前星期六先寄物 另一個是起跑袋 這是因為起跑地點是在史泰登島 紐約馬實施嚴格的安檢 大會規定選手要帶進去起跑區的物品 必須要用透明塑膠袋裝著 紐約馬和國內賽事一樣是有賽事衣的 很多跑者一拿到馬上穿上這件橘色賽事衣繼續逛展 比起我參加的其他幾場大買罐賽事來說 紐約馬的跑者在Expo就明顯high很多 參展的商品琳琅滿目 這個展場在疫情期間曾改裝成意願 可以想像空間之大才能容納下這麼多人 幾乎每個攤位都擠滿人 活動背板拍照也是大排長龍 就連選手姓名牆也像萬里長城一樣明言不絕 紐約馬的終點是在中央公園 雖然我這回住的離終點不遠 但保守起見還是選擇寄物 星期六一早整理好寄物包後前往中央公園 寄物的過程也非常順暢 秋天的中央公園是色彩繽紛亮麗的 再加上太陽出來後暖暖的 吸引更多的民眾聚集在這個活力四色的公園 公園的另一端正上演著 紐約馬賽前5K的競賽 打算前往探勘馬拉松終點的我們 先是看到各國國旗一致排開 還在最後200公尺處看到我們的國旗 也瞎打誤撞看到5K男女冠軍選手 最後衝刺的幾張畫面 我是選擇從紐約 Public Library坐接駁巴士前往史泰登島 下車後要進入起跑區時會有安檢 除了身體要讓警察金屬偵測 雙手還要放置在桌面 輪流翹起兩腳檢查鞋底 紐約馬的安檢嚴謹度不輸機場 紐約馬分5波起跑 第一波9點10分起跑 第五波是11點半 當天交通管制 只有接駁巴士能進入史泰登島 因此 就算你是最後一波起跑 還是要在有巴士接駁期間內抵達起點 所以等待起跑的時間 有可能會很久 紐約太陽出來的晚 島上的風也很大 大會雖然有提供熱飲 Dunkin Donuts有免費貝果和毛帽 還有Therapid Dose 但當天下車時氣溫只有4度 建議大家賽前的保暖一定要做足 這幾年我都是換季的時候 把淘汰不穿的外套和運動褲留下來 出火跑馬等起跑的時候穿 這回很幸運的在第一波9點10分起跑 正好可以看到賽道另一邊 9點05分起跑的男子精英選手 Athletes are we ready Athletes on your march 跑一艘紐約馬會經過紐約市的五個行政區 跨越五座橋樑 因為不斷的上橋下橋 再加上最後進入秋林地形的中央公園 真的是名副其實的洗衣板馬 一起跑的薇拉扎諾海峽大橋就是上坡 連接史泰登島到布魯克林區 平時是禁止行人上橋 儘管一開始就是爬坡上橋 全長超過4000公尺 又是沒有民眾的加油 但所有的跑者才剛起跑 大家都還很興奮的享受賽道 我幸運地跑在橋面的上層 可以眺望一望無際的天際線 下橋後進入布魯克林區 整段賽事最多的里程數 都是跑在布魯克林區 這邊也是起伏的路段 我有一段是跟在裝有跑步一支的選手後面 兩邊加油的民眾都熱情的為他歡呼鼓舞 我也注意到其中有一小段路的民眾 似乎比較少也比較安靜些 後來才知道原來進入的是猶太人區 跳躍第二座波拉斯基大橋後 就進入皇后區的Long Iron City 我覺得紐約瑪的里程數標示做得非常清楚 不但會標示英里數 也會標示公里數 因為我平常是習慣照國內公里數吃能量膠 上回在倫敦和芝加哥就有點錯亂 除此之外我也很推崇紐約瑪水站的安排 雖然每個水站的桌子並沒有芝加哥馬拉的長 但設置的站非常頻繁 也是工作人員手拿杯子遞給跑者 前面會是有顏色杯子的開特利運動飲料 後面的是白色紙杯的水 進入第一個水站時 口渴的我其實就喊出Water Water 工作人員就跟我說水在後面 之前因為倫敦瑪有的水站不給水只給運動飲料 天氣乾了再加上運動飲料很甜 讓我喉嚨很不舒服 因此這回我打算只喝水 另外補充自己帶的鹽錠 結果紐約馬雖然起跑溫度也是低 但太陽一出來後其實沒有倫敦那麼冷 再加上起伏的地形 讓我自己覺得小腿似乎有狀況 補充兩顆自己帶的鹽錠後 也試著喝水站裡的運動飲料 擔心的湊進狀況還好沒有發生 緊接著就進入大魔王的第三座昆斯羅伯大橋 一來這邊已經是24到26公里 大家陸續感到疲憊 再加上這又是一座爬坡的橋 超過一公里的距離 又是跑在不見天日的夾城 旁邊又沒有加油的民眾 唯一聽到的就是跑者的腳步聲 不過跑者們也是非常懂得自嗨的 我們不時有人出來精神喊話 這座橋上還有大會安排的主持人 就是聽到他不停的實況轉播 我才注意到紐約馬賽道上還有頗多跑者 身上除了號碼布外 還別著說他已經跑幾次紐約馬的號碼布 每回主持人介紹到這些人時 大家就發出歡呼的聲音 其實等我跑完全程後 在回想賽道上看到有個老先生背面別著 跑第17次紐約馬 真的超級佩服他的 下橋後進入底部的第一大道 紐約馬可愛之處在於 每每當你被上坡的橋給整個灰塗塗臉時 就會聽到鏡頭那端響起鼓噪聲 越靠近越大聲 讓你不知怎麼的 就會忘記疲憊的步伐 繼續向前邁進 想弄清楚前方有何神聖 果真下橋後轉個彎 就迎來兩側明年5公里電力不斷的加油民眾 第一大道上強大的加油民眾 讓我邊跑路邊欣賞側加油的標語 邊和拿著power up mushroom 的民眾互動 紐約馬還有很多人是抱起家裡的寵物狗 讓跑者可以過去跟狗狗擊掌 就這樣順順地撐過30K 跨過第四座威利斯大橋 進入布朗克市區 結果竟然就在要進入最後一座麥迪遜大道橋時 跑著跑著突然發現加油民眾裡有張熟悉的面孔 聽著聲音似乎是有名的恐怖子 興奮地跑上前去和他打招呼 心情一喊起來 也順順地來到當地曹包約定拿國籍的36K 現在想想地國籍給我的那位同胞真的超級專業 就像水站的製工人員一樣 手拿捲好的國籍遞給跑者 天氣那麼好 感謝由你們的協助 才讓我這回過終點的美美的國籍照 進入中央公園 看到蘋果旗艦店 轉過哥倫布圓環 看到各國國籍就知道終點在不遠處 在看到台灣國籍後 聽到熟悉的加油聲 我也把僑胞遞給我的國籍展開來 最後的200公尺 依舊是加油聲最鼓造的200公尺 這回過紐約馬的終點 還多了些感恩 一直到有志工幫我掛上黃澄澄的獎牌 披上橘色的女王斗篷後 才有真實感受到自己已經完善 只是很折騰跑者的事 我們都已經過了終點線了 還得在七七伏伏的中央公園內 走上近兩公里才能離開管制區 不過帶著獎牌 披著女王斗坪走在女約街頭 路上的人都不吝惜的跟我們說聲恭喜 真的是超級過癮的 我覺得紐約馬算得上是一場 跑者福利多多的城市馬 很多店家都有提供獎牌克制的服務 賽後第二天碰到Nike時 發現竟然還有免費客制的服務 趕緊排隊客制去 下一回請大家繼續跟著我跑六大馬 我們今天的課就上到這 下回見